我们用来做皮肤测试的试剂 都是储存在独立的容器里面 我们就是用这些积气的塑胶针来做点磁测试的 我们首先用酒精清洁皮肤 然后下一步就是画上点磁的位置 然后再用这些积气的胶针轻轻地将表皮刺穿 让试剂可以渗透进表皮里面 但因为很表面所以不会流血或者痛 然后下一步就是将试剂印肝 在15分钟后就会有结果 这位病人的测试呈现了两个阳性反应 第一个反应是组织胺反应 在所有病人都应该是会呈阳性的 而第三个位置的反应 就是因为沉满过敏而造成 用我们量度那个种的程度 用来比较组织胺的反应 就可以知道病人敏感的程度 因为在这个病人两个反应都是相弱 因此沉满过敏的程度是中等的 另一个做皮肤点置测试的方法 就是用一些同时间可以做8个测试的器具 在一些坐不定的幼儿病人那里 是会比较方便和快捷的 首先又是要清洁的皮肤 那个背部一定要平 然后画上正确的位置 然后将器具放在皮肤上面 轻轻地左右摇动 最重要的是所有接触点的压力都要平均 如果不是 就可能会有假扬性的反应出现 用这种器具最大的错误 就是用太大的压力 引起假扬性的反应 你看到应该是不会痛 而且一定是不可以流血的 做完后呢 就再将那些位置画上 然后又是将正如的视剂抹干 15分钟后又可以看的结果了 用这种器具呢 反应一定要有5个毫米或者以上 才算是阳性的反应 而在这个病人 除了组织胺之外 其他的测试都是阴性的 去做了